金牌羽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我是佩文 中共跨國迫害的場備行為已經引起很多國家重視和警戒 日前美智庫探討中共跨國迫害的演變 由實際發生的事例 可以看到中共已經從過去的暴力行為 發展到更多更加陰險的手法 在美國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討會上 專家們表示 法輪功是中共跨國迫害的首要目標 中共對法輪功的跨國迫害一直在演變 從一開始採取公開暴力的手段 到現在採取更加陰險和複雜的方式 通過滲透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和西方社會實施迫害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執行主任布魯迪 7月在研究會上表示 我們經歷了中共全方位發展的跨國鎮壓 他的迫害方式經歷了演變 比如迫害開始後的那一個晚上 有些法輪功學員的家被人闖入 有些收到死亡的威脅 有些在中共領事館或大使館前被勾打 布魯迪表示中共的宣傳現在成為他實施跨國 迫害的主要方式 而且被一些西方的媒體所引用 他說在過去的25年來 令人不安的演變方式之一的是宣傳 這是真正的關鍵 無論是通過抖音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中共的宣傳開始影響到美國人對中共本身的看法 或者中共所重視的問題的看法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最令人震驚 和日益嚴重的跨國鎮壓的方式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一些更陰險的事實 我們本來信任的媒體、社交媒體 看起來是相當溫和 或者至少是中立 開始重複中共針對法輪功的宣傳 2008年和2009年 中共在它的領事館的英文網頁上說 法輪功是種族主義者 說法輪功是禁止異族通婚 簡直就是胡說八道 布魯迪說 我本人就是異族通婚 不少法輪功學員也是異族通婚 一些媒體當作對我們的指控 然後他們就開始互相引用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 就說到法輪功是種族主義者的觀點 我認為這是中共在西方的反法輪功宣傳上 是如何取得成效的一個例子 哈德遜研究所的宗教主義中心主任 高級研究員尼拿謝伊說 《紐約時報》看起來是犯了另外一個錯誤 就是不加批判地使用邪教一詞 這是中共的說法 而《紐約時報》只是令這個說法保持在那裡 而並沒有進行反駁和質疑 法輪達發信息中心副主任劉靈平博士 在研討會上表示 中共視美國為迫害法輪功的戰場 劉靈平說2015年中共時任公安部部長 孟建柱在一次的內部會議中提到 應該將美國法輪功活動活躍的國家和地區視為戰場 他還說 我們中共在網絡領域的鬥爭和海外 與法輪功的鬥爭一直是一個弱點 我們中共應該加強這一點 他表示公安部應該是加強這一部分 2017年來自河南省的一份文件顯示 他們甚至是列出了詳細的計劃 該文件透露 他們將會利用姊妹城市的計劃 限制其他國家的法輪功活動 他們還說 我們中共應該努力培養非政府消息的來源 例如記者、專家和社區領袖 為我們中共說話 如果有一天海外一間的主能媒體 開始攻擊法輪功 或者披露一些中共幕後特工 為他們中共提供的消息 或者中共特工指導他們進行所謂的調查 我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 這是他們的戰術搜冊 他們在2017年就制定了這個計劃 而且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劉齡平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的跨國鎮壓 從公開的暴力轉向現在更複雜和隱蔽的方式 他說在過去的25年裡 中共對法輪功的跨國鎮壓的行動一直在演變 一開始鎮壓是相當公開相當暴力 他們還對在中共大使館或領事館前進行和平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施報 他記得在2008年 當時的中共駐紐約總領事彭克玉 甚至是被錄音 因為他煽動了暴徒 在紐約法拉聖皇后區的街道上猛烈攻擊法輪功 《紐約郵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2006年他們闖入了李淵博士 在亞特蘭大的家裡 將他毆打幾乎是接近死亡 並搶走了他所有的電腦硬盤 李淵是開發互聯網工具 避開了中共的互聯網封鎖的首席計算機科學家之一 也是大紀元時任技術總監 在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社交媒體 TikTok網紅開始出來攻擊法輪功 攻擊神魂 他說看起來是非常有組織 所以這種事情是變得越來越複雜 獨立研究員 袁華府知名非營利機構自由之家的中國問題 研究主任傅克說 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展世界上規模最大 最全面的跨國鎮壓運動 通常是以海外的僑胞 或流亡群體為目標 這些人在中國是遭受到迫害的群體 正如我們剛剛所討論的一樣 法輪功是位居首位 貨克指出自1999年以來 中國境外的法輪功學員 一直是中國跨國鎮壓的目標 這種鎮壓有很多種形式 其中一些是人身攻擊 另一類是代理人 其中一些代理人經常是出現在華人的僑民中 這是可能會非常棘手 因為有些實體看起來是好像獨立的協會 比如美國大學校園裡面的中學學生學者協會 如果你看他們的中文版的章程 你會發現他們是承認 他們實際上是向中共領事館打報告 他們中共還創建了這些法輪功學員 和異議人士的數據庫 並指示是要查出某些人的生物資料 傳記資料和家庭網絡資料 傅克表示收集法輪功學員的資訊 是中共建立該數據庫的首要目標之一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李晨美國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語譯版部分內容 容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